中共中纪委怒责美国政府引发群潮 选前5天台湾举办首次政党证件发表会 媒体呼吁防范移民港人回流医病 被批有意针对 关西机场逐年下沉 2056年消失 走线逃亡美国的中国人不断屡创新高 与此同时中共中纪委一篇 喝斥美国入境政策的文章在网上爆红 中共中纪委1月7日发文 标题是禁止各国腐败分子及家属入境 凸显美式反腐的虚伪和霸道 中纪委在文章中提到 拜登总统在2023年12月份发总统公告 终止助长腐败的人士作为移民和非移民入境美国 国务博士布林肯随后发声明提为在全球推动对腐败行为追究责任 宣布不准贪腐人士和直习亲属 以及通过金融法律服务 帮贪腐人员洗钱 逃避法律责任的个人和直习亲属进入美国 中纪委对美国这一系列举措大为愤怒 中纪委的文章还提到 在美国一系列入境限制政策当中 川普总统曾禁止参与严重侵犯人权的人 及腐败人士入境 中共中纪委对于美国将腐败与侵犯人权相提并论 表示特别愤怒 怒喷美国这是打压对手 维持自身霸权 中共中纪委还讽刺美国自己腐败就很严重 还对他国说三道四 中纪委这篇文章迅速引发海内外网友的群潮 有人不解的问 美国禁止腐败分子和家属入境 中方为何不高兴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也不高兴 还有人解读说 断了某些人的后路 不骂你还等着过年呢 钱出去了人没出去 贪官们急死了 在线等推友之招啊 还有人预期 美国这些政策会在中国内部引发分裂 权贵高管的子女家属都在美国 加拿大 澳洲 纽西兰 美国禁止了以后 五眼联盟全跟上 这些人贪了钱 转移国外就落空了 那你说这些人会不会直接给包子翻脸呢 因为奋斗一生 退路没有了 还有人调侃 美帝将出现很多无人认领的豪宅 和大笔金额的银行账户 就在中共因为美国拒绝贪腐人士入境 气急败坏的同时 中国百姓走线进入美国的人数在不断增加 政府数据显示 2022年有超过2.4万名中国公民 从墨西哥越境进入美国时被逮捕 这超过了此前10年的总和 到2023年截至1到11月份期间 被美国边境巡逻人员截住的中国走线人士 增加到了59,642人 比2022年再增加一倍 纽约邮报7日报道说 由于工作量太大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从2023年上半年开始 不得不简化了筛查来自中国的无证移民的程序 将问话从原来的40个问题 简为仅问5个问题 报道说 这5个问题看起来是针对中国共产党的潜在威胁而设计的 朱被问到以前是否曾被逮捕 是否在来美国途中向舌头付钱之外 每个中国走线客都会被问到一些基本问题 包括服兵役、出生地、就业和所属政党 其中服兵役和所属政党 对中国人来说相当的敏感 报道说 如果存在与国家安全相关的学校读书 或者是科学、技术、医疗、金融机构及政府部门工作 这些走线客将被另按审查 电子邮件称 如果中国走线客的回答引起警惕 他们会被交给战术恐怖主义应对小组在座深入访谈 专家告诉纽约邮报 虽然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必须加快处理速度 但是这一改变隐藏了巨大的安全隐患 中国走线客数量暴增给美国移民体系带来压力 也显示了中国百姓对中共当局的失望 有托托客告诉美联社 他们是为了逃避中国国内压抑的政治环境和黯淡的经济前景 今年2月份 35岁的中小学英语教师徐先生告诉纽约时报 自己出走最大的原因是政治环境 中国太令人窒息了 已经变得令人难以呼吸 台湾部分区立委电视证件发表会在1月8日晚间登场 这也是台湾选举史上第一次政党证件发表会 共有16个党派派出代表发表证件 民进党代表郭宇晴表示 蓝白主张重启服貌 其后果会首先由台湾年轻人承担 中国学生会留在台湾与台湾年轻人抢工作 郭宇晴谈到 全台有14个县市的首长 由国民党执政 一个由民众党执政 未来如果蓝白两党在国会席位过半 可能会形成中央跟地方一党超大的失衡状态 另外 蓝白国会如果过半 韩国瑜可能将担任立法院长 韩国瑜在任高雄市长期间 非常自由地进出香港的中共中联办 他们会把台湾的未来带到哪里去呢 国民党代表柯志恩表示 国民党的第一个政见就是要国家安全 因为覆巢之下无完卵 国民党尊重中华民国宪法下的九二共识 柯志恩强调 是国民党提出的九二共识 而不是把习近平的话强压给国民党 我们反对一国两制 我们反对台独 柯志恩也谈到 补助三十岁至四十岁女性动乱 三胎家庭百万购物补贴 增加教育经费 新台币三百亿元等等的政见 民众党代表邱慧如提出的诉求是 同时下架蓝绿两党 以及国会改革 司法改革 媒体改革 居住正义及劳动权益五大政见 台湾激进党由创党主席陈一琦做代表 陈一琦全程用台语发言 呼吁千万不要选出和中国纠缠的政党 陈一琦表示 台湾政治在2028年还有一项危机 如果赖清德2024能守住 但是人民又将韩国瑜等人送入国会 那么未来国会只会跟政府对打 如此所有执政的不利就会由政府承担 中共下一步就可以在2028年选择蒋万安 成为国民党的代理人 如此就悲剧了 这场证件发表会 各党派按照候选人人数被分配到不同的发言时间 国民党 民进党 民众党时间最长各有15分钟 最短的两个政党各自仅有4分钟 激进党与绿党批评这是制度上的不公正 剥夺了小党权益 港媒《星岛日报》8日报道 移民海外的港人有回港医重病的趋势 将增加香港公益医疗负担 呼吁港府识别 避免资源被乱用 不过有批评质疑 这是有意针对移民港人 《星岛日报》引述医疗卫生界议员林哲玄指出 港人若回港居住 即使用医疗服务当然欢迎 但是持有外国国民身份 长期定居海外 且只交外国税者 是否同样对待 值得政府思考 对于这种说法 移民英国的国际关系学者黄伟国质疑说 有很多港人回大陆长期定居 然后回香港复诊做手术 为何不针对移民大陆的人 而只针对移民英国 台湾 日本 加拿大的港人呢 港府以我们是香港人 继续扣押我们的强基金 那么既然承认我们是香港人 为何医疗服务又指我们不是香港人呢 《星岛日报》还报道说 保险界立法会议员陈建波指出 不少移民港人仍然保留香港的保险 逢回港探亲 顺便看私家医生 做小手术等 陈建波估计60岁以下移民者当中 四成人保留原有保险 不过有移民港人反驳这种说法 一位移民半年的香港人对自由亚洲表示 曾经在英国做过妇科检查 发现有问题之后 当天就做了免费的手术 对当地的医疗非常满意 决定遇到重病都会留在英国医疗 这位移民人士说 英国医护人员的态度 技术都很好 在香港就医需要等候很长的时间 唯一的好处是家人在香港 时事评论人士钟建华 对比自己在英国与香港就诊的经历 也认为英国的医护服务比香港要好 在英国 以BNO签证服务英国的港人 只要缴交了移民保健附加费 就可以获得英国国民保健署 提供的免费医疗服务 当中包括急诊 住院服务 家庭医生门诊等等 而癌症等重病治疗都在服务范围之内 日本关西国际机场是关西地方的三大机场之一 是世界第一座完全以填海造陆建成的机场 更是重要的交通枢纽 然而自建设以来 每年都在不停的下线 专家目前预计关西机场将在2056年消失 关西国际机场坐落于大阪湾东南部的河泉近海 离岸5公里 1994年竣工启用是一座海上国际机场 与神户机场和大阪国际机场 并列为关西地方三大机场 第一座人工岛自1994年启用至今 总下沉达到3.7米 第二座人工岛自2007年启用至今 总下沉5.36米 根据英国《每日快报》的报道 日本关西国际机场耗资高达191亿美元 约折合台币5900亿元 然而 自从首次启用之后 机场与城市之间的距离却越来越远 因为机场每年都会慢慢的下沉 目前 关西机场海拔高度仅为5.3米 关西国际机场因建设在水深达18米的软地层上 每年不停的下线 目前机场海拔高度仅为5.3米 尽管工程师们试图加固工程 然而效果不佳 关西机场花费了1.49亿美元 约折合39亿台币来加高海滴 不过 工程师认为费用不足且为时意外 为了支撑机场 工程师们采取了各种办法 像是修建加高海滴 强化排水功能等措施 期望能够减缓机场下降的速度 另外 关西机场的中心下降速度比机场两端更加快 地面也变得不平坦 专家目前预计 关西机场将在2056年全部消失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在静怡和您分享热门视频的时间里 我们来看倒计时还有4天的台湾大选 在台湾人中 有这样一群被称为是非正统的手头族 他们是经历香港抗争之后流氓到台湾的新住民 这次是他们人生当中第一次投票 在刚刚看到自己的香港被中共铁拳捶爆之后 再来拿到可以守护台湾的这张选票 这种滋味是已经享受了几十年 民主自由的台湾人无法理解的 他说 当年捍卫香港自由 自己辞掉了工作 因为时刻要面临被打被抓 如今香港沦陷了 幸运的来到了台湾 他拿到身份证的时候 第一时间打电话询问自己是否可以成为台湾志愿军 他说台湾确实有些人怕打仗 那就让我来好了 或许失去过的人才懂得珍惜 享受很多年的民主自由是幸运的 不是错 但是永远要记得 自由民主是需要守护的 所以真心的希望台湾人好好珍惜自己手中的选票 守护好自由民主的台湾 对于台湾大选这样的热门话题 您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留言区里留言 我们一起来讨论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